关注黑生健康不挂科 大家好,我是黑生 你是否突然之间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了 或者自己感觉这段时间的记忆力越来越差 甚至发现自己走路都开始变得慢了 变得吃力了 那不要担心 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痴呆 这个老年痴呆有些时候非常令人担心 很怕自己突然之间连家人都不认识 连自己都不认识 那但是这个老年痴呆 其实是有这种早期的信号来去提前报警的 那我们看一看究竟有什么样的症状 是属于这种老年痴呆的预警信号 那么希望大家不要走开 因为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些超级实用的科学小窍门 让你的大脑始终保持活力 那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老年痴呆的高发病率 老年痴呆呢 很多人都对它产生恐惧 但是你可知道 它并非只是老了才会痴呆 其实呢 目前来讲 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 都开始有这种老年痴呆的一种表现 那老年痴呆又叫做阿尔茨海默病 每三秒钟就有一位新的患者诞生 而且呢 越来越多人是在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就开始出现这种老年痴呆 甚至三十多岁 有些人也受到老年痴呆的影响 它已经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 目前来看 越来越年轻化 那么第二个方面 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其实老年痴呆啊 主要有五大因素会加重 或者说诱发这个老年痴呆 那为什么老年痴呆在年轻人当中 越来越常见呢 首先啊 第一个是食物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是经常吃油腻的食物 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升高 这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老年痴呆的几率啊 会大幅度的提高 甚至提高三到五倍 那不仅如此呢 过多的这些油脂呢 也会让我们过度的饱腹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消化不好 会产生更多的一些有毒物质 来去损伤这一个神经系统 导致思维迟缓啊 记忆力下降啊等等问题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久坐不动 那么现代生活当中 很多人在电脑前啊 长时间的久坐 不仅仅非常伤害我们的身体 还容易诱发 引发这一个老年痴呆 那合适的运动 能够让大脑啊 保持兴奋的状态 有效的去预防老年痴呆 那么第三个原因 就是不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控制 那么目前 现代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但是很多人啊 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控制 其实还是不够的 导致这个血液粘稠啊 影响大脑的代谢 最终啊 诱发老年痴呆 那么第四个方面 就是不爱动脑 平时呢 很少与人啊 进行这种交流啊 社交啊 很少进行一些脑力活动啊 这样子会导致大脑皮层 接受的刺激不足 逐渐的退化啊 从而呢 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率 那么最后一个啊 很重要的 很容易让大家忽略的 就是睡眠的问题啊 如果是啊 睡眠不足啊 或者说睡得太多 其实都会诱发啊 这个老年痴呆 那睡眠的是大脑啊 休息的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是睡得太多啊 说明预示着大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那睡眠不足也会加重这种 β淀粉蛋白质的一个成绩 那么损害大脑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啊 就跟大家聊第三大方面的内容 就是有五种食物啊 来去预防老年痴呆 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 那第一个就是咖啡 有研究表明啊 每天适量的喝咖啡 对于延缓老年痴呆啊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么这个研究啊 是发表在老年病医学杂志上 那么由这个威斯康星大学 密尔沃基分校的研究小组 来去追踪调查研究的 他们总共追踪调查了 六千四百六十七名 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那每年评估一下 他们的一个认知能力 同时呢 要求他们记录每天喝咖啡 喝茶和可乐的一个数量 来去了解这个咖啡因的摄入量 那十年以后发现啊 与这些不摄入咖啡因的调查对象相比 每天摄入超过两百六十英毫克 咖啡因的老人 他十年之后得这个痴呆症的风险 降低百分之三十六 这主要就是因为咖啡因的可能会抑制 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无菌性炎症反应 从而来减少导致老年痴呆的异常蛋白的生成跟成绩 从而呢 有助于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率 那么 这一个咖啡 其实现代人很多人都很喜欢喝 那么其实咖啡不仅仅在预防老年痴呆 同时呢 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益处 还有很 包括心血管方面 还有肝脏方面等等 都有很大的益处 好 那第二个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鸡蛋 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了 那鸡蛋还有丰富的这个优质蛋白质 钙 还有多种微量元素 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 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提供足够的能量 那鸡蛋的里面呢 还有这种卵磷脂 卵黄素 这些物质呢 对于神经系统以及大脑的一个发育啊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促进这个大脑的发育啊 改善记忆啊 同时呢 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 其实鸡蛋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食品 那对于老年人来讲更加合适啊 每天吃一个鸡蛋的对于建脑补脑提高大脑的记忆力注意力都是有非常不错的作用 好第三种食物呢就是橘子 研究显示啊 血液当中的这个同型半光氨酸的含量特别高的时候啊 发生痴呆的机会呢就会明显的增加 那同型半光氨酸在代谢的过程中啊 它有一个克星啊 那就是叶酸 所以老年人呢 缺少叶酸的话会增加这个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所以如果是一个人平时经常多吃一点橘子啊 草莓啊 胡萝卜啊 泥猴桃啊 还有西兰花 燕麦啊等等 这些还有丰富的叶酸的食物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啊 预防老年痴呆的 一般每天建议摄入200到400微克的叶酸是最好的一个摄入范围 那第四种食物呢 就是深海鱼 鱼肉当中还有丰富的卵磷子是大脑中枢神经地质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 经常吃啊 这种鱼类那么是可以增强人的一个记忆力思维和分析能力的 来去控制大脑细胞的退化啊 具有一定的建脑抑制的作用 其中它还有大量的这个奥米卡三脂肪酸 它是能够增加神经细胞膜的一种流动性 抗击体内的一个炎症反应 减少异常蛋白的成绩 降低这种啊 老年痴呆的发生概率 有研究就显示啊 如果是老年人每周至少吃一次鱼的话 是可以降低痴呆 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风险的 好第五个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菠菜 菠菜是属于非常常见的一种绿叶蔬菜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它其实在预防老年痴呆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这个菠菜呢 它呢富含这个维生素A 还有液酸 以及少量的维生素C 还有铁元素等等 那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有一项研究呢 是发表在神经病学学会杂志上的 那这一个研究呢就发现 每天吃一份绿叶蔬菜啊 是可能延缓大脑的衰老的 研究发现呢 每天至少吃一份绿叶蔬菜的这一部分人啊 比那些从不吃或者很少吃这一类绿叶蔬菜的人 在记忆力还有思维能力的测试当中啊 这个衰退的速度啊要慢一些 也就是说经常吃的 每周吃一次的这种绿叶蔬菜的人 他其实他记忆力方面思维能力方面会更加好 那么常见的绿叶蔬菜 像刚刚提到菠菜 还有其他像小白菜啊 油麦菜啊 西兰花啊 还有这种其他的比如说韭菜啊 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老年痴呆很多人都非常的担心 那么其实这个老年痴呆是能 我们是能够早期的去识别它 还有早期的去预防它的 那么早期的识别早期的预防 能够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活力 通过这种合理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 积极的社交 还有正确的一些认知的训练 我们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啊 啊训练它 然后让它保持这种年轻 保持这个活力的 好的那如果今天的视频呢 啊大家觉得有有帮助的话 啊也欢迎大家转发给更多的人群 好的关注和医生 健康不挂克 我们下期再见